各位 穆蘭可能會襲擊香港 煉日黃蜂大驟雨 The greatest gift and honor is having you for a daughter 蛤? 你講這個穆蘭? No I'm Juan Mulan 這個穆蘭? No 這個穆蘭? No 是什麼穆蘭? 蛤? 我講可能襲港的穆蘭 其實只是台風名 既然山竹和榴槤都可以襲港 穆蘭自然有機會 原來穆蘭這個風名是內地起的 意思是一種原產中國的穆蘭花 雖然天文台網頁沒有提到這個名字是指什麼品種 但原來有一種穆蘭是主要分布在海南的 而今次這個風剛巧也有機會走去廣東西部至海南島一帶 那豈不是變相回家鄉? 雖然這個風要增強到熱帶風暴級數 日本氣象廳才會給它名字 但其實幾個主流氣象超級電腦 都猜這個風起碼增強到熱帶風暴 即是穆蘭這個名字都很大機會是它拿到的了 講回這個風 因為它是兩股貴后風會聚而形成的 它中心角的洞比較繞得開些 就要多些時間捲回它才可以轉一步增強 因為它在哪裡形成很影響到它走得多近香港 和香港有多大風的 還有雖然電腦普遍猜它增強到熱帶風暴 但電腦以往經常都低估那些風埋按增強的幅度 好像上一個風淺巴一樣 很多氣象部門都跟電腦 那個風頂多得熱帶風暴級數 誰知最後埋按還升多兩級變台風 現在南海水溫超過28度 有足夠能量讓風增強 上空的風切變也微弱 令風可以加強到垂直結構 即是說風未必好像電腦一樣說 看死它只有熱帶風暴 萬一它的裂風圈壯大到覆蓋到香港 那就要掛8號波了 所以如果它都未生成 就討論會掛多少號波未必好準確 我都明白大家聽到這個答案 一定不太滿意了 就說著這一刻有的資料給大家知道 鐵文台預計 香港連續三天都有狂風大驟雨 暫時最大風是8月9日和10日這兩天 離岸地區持續吹到強風 鐵文台現在參考這8個測風站的數據 預測至少4個吹到強風 就要掛3號波 因為離岸的長洲和機場是其中兩個指標站 現在鐵文台預測離岸持續吹強風 即是只要多兩個站都吹到就要掛3號 所以機率也不低 另外要留意的是 今次的風應該在香港南面略過西面登陸 最接近的時候還是在海道 可能還在增強中 而且香港吹冬至冬南風 因為是由海道吹來沒有地形遮擋 直吹冬至冬南風的地方會特別大風 天文台亦提醒市民 打風幾天正值天文大潮 潮水最高超過2.5米 如果風走近珠江口 香港有風暴潮 水位會升得更加高 影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的除了給Super Thanks 還可以每月128元訂閱我們 支持Channel C出更多的影片 還有幫忙like我們的後備Facebook page Channel C H K 2.0 下次再見 可以見到